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跑吧第六期 撕名牌回归 果然 看撕名牌还得是这个节目 本期名牌大战环节刚开始 李宗盛和烧饼两个力量者 就组成了牛肉饼组合 没想到最后两个人展开了巅峰对决 李宗盛甚至把烧饼的袖子给撕了 这期名牌争夺战真的是太激烈了 我的死意 干啥 哥呀 哥 你是我亲哥还不晓 咱俩就都没 杀翼套路周深的名场面太搞笑了 在奔跑吧第十季第六期节目中 周深被节目组安排做了间谍 绰号蜗牛 他的任务就是在节目最后找到反音乐协会的会长 并联合爱音乐的会员们撕掉会长的名牌 四名拍赛开始前 周深突然成了大家的怀疑对象 面对大家的指认 周深辩解说 自己不是黄鲤鸟 不管周深如何解释 大家依然不信 周深真的不是黄鲤鸟 因为他是蜗牛 他也被蔡旭坤嘲笑 黄鲤鸟变成了尖叫鸡 游戏开始时 蔡旭坤建议周深不要相信任何人 不要和太多人分享信息 可谁能想到最后 四名拍的游戏才开始 周深就对着杀意 自爆了 另外一个不是蔡旭坤 真是爱业的 我真是 烧烟烧烟 我会不会被骗呢 他有没有可能 坤坤是会长 全是先跑 这一期跑男 周深好不容易拿到 一个有身份的角色 原本以为 他至少要混几局再说 谁能想到周深一遇到沙翼 立马就把自己的底牌给暴露了 沙翼心事淡淡的对周深说 他叛变了 现在是爱玉人士了 周深一听沙翼这么说 立刻来了精神 赶忙告诉沙翼自己是蜗牛 烧饼是黄鲤鸟 最绝的还是周深不止暴露了自己的底牌 甚至还把自己的队友烧饼给卖了 一下子把队伍的身份全盘托出 结果沙翼竟不是自己人 沙翼顿时泪绝不爱 并表示再也不敢轻易相信任何人了 要不是沙翼最后于心不忍 我相信沙翼能当场把这么单纯的周深给撕掉了 在奔跑吧中 沙翼属于公认的弱者 但忽悠人的功力可真不一般 沙翼完美诠释了什么叫老坚俱滑 体力不行忽悠人来凑 周深玩这个游戏还没有掌握到精髓啊 不仅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还把队友的身份给卖了 果然周深走过最长的路 就是沙翼的套路 可以说周深确实太单纯了 这种需要隐藏身份的角色 确实不适合他 就真的是那句话 社会是单纯的 复杂是人 奔跑吧 周深是按摩小能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蔡徐坤与信的射击游戏中 第一局蔡徐坤获胜 周深迅速补位 为蔡徐坤按摩山峰 像极了拳棋手和教练 为了胜利 拼了 他就是一个按摩小能手 他太会玩了 让紧张的局面瞬间充满喜剧效果 周深就是快乐圆拳 综艺感十足 而且还纯天然 毫不做作 在节目里 跟着郑凯一行去蹦迪 孩子一下子被吓住了 短短几秒 又是兴奋 又是惊恐 又是开心 又是胆怯 一整个表情观里大失控 这跟深情唱歌的是同一个人吗 新一季 周深的加入 确实为节目增添了不少综艺效果 周深也在节目中突破自我 解锁诸多新技能 奔跑吧 这一季是渐入佳境了 现在蔡徐坤也是越玩越开了 而周深还是在懵懵懂懂的道路上 每次私民排 体验感最少的肯定是周深 而我将梦里所梦的团圆 而我将梦里所梦的团圆 恋你错愿的永远 走你所走的长路 这样的爱的爱 我别掌描 我别掌描你为真的世界 写你为写的诗篇 在编那个心中的念 你拥在我身边 而我将梦里所梦的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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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恋你错愿的永远 走你所走的长路 这样的爱的爱 該阳音乐